陈云英代表表示 他将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 建议政府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力度 持续鼓励支持两岸同胞交往交流合作 促进民间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开展闲聊式协商 为祖国统一做好台湾同胞准确认知的明星工作 特别希望在交流当中 他们能够从保护自己的权益出发 和平统一的方案里面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自己有些什么诉求 有些什么愿望 自己说出来 陈云英代表提出的第二点建议是 加强两岸之间人员交往 推动两岸之间人员往来 要让同胞们来到大陆 能够放宽心情 有机会要让他们充分理解 耐心的解释给他们听 正确引导 使他们放弃疑力放下包袱 第三点建议 保障台湾青少年到祖国大陆来游学 大陆要积极回应台湾同胞 不要战争要和平的呼声 开展台湾地区少年到祖国大陆 参观访问游学的活动 帮助台胞认识对自己最安全最有利的地方 是祖国大陆 他们肯定是不希望16岁的时候被动员造车 所以早一点来到大陆就留在大陆 也不用动员造车 自然也就成为和平同意的抬头兵吧 陈云英代表提出的第四点建议是 要通过顶层设计 维护往来两岸的民航航空线路通畅 视频会上陈云英代表还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 分享了自己的履职感受